大家好 我是阿宇 接下来呢 我要跟电脑里的自己产生一些对话 然后因为我平时也不太了解 另一个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可能接下来对话会有点无聊 但是 或许有一点 你们想要知道的点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吧 据我所知《青春有你3》是一个偶像唱条类的节目 但是你好像是要想在这里成为一名野生哲学家 因为我懒 除了脑子 其他都不太想懂 那你的头发几个月不剪是因为想要更艺术感吗 没有啊 因为我懒得去剪了 你好像是喜欢大卫保义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理解 因为它美啊 极致又先锋又华丽 是我心目中的艺术大师 对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最近一直都没有想明白 问吧 就是你到底是不是一个会在意别人评价的人呢 你平时会不会去网上看他们给你留言啊什么的 当然会了 因为其实我内心也蛮敏感的 还好我已经懒得去翻他们的留言 好吧 那最后我有个问题要问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竞技类的节目 你要保持现在这么懒散的状态吗 当然啦 懒的部分就交给我了 然后积极向上的部分 就让你来吧 达成共识 现在是晚上十点三十二分 我想分享一部电影给大家 这部电影叫《午夜巴黎》 然后我想告诉那些念旧的人 现在就是黄金年代 让我们活在当下吧 在这里 字幕志ável 演唱 Labor 学会 接不上编译